饮用水当中的塑胶维力 到底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最新说法 五颜六色的塑胶带 占美丽的海底风光失色 这样的景象让人痛心 却已经不是个例 最近几年塑胶污染直逼气候变迁 成为全球第二大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于是在过去一年 着手调查自来水 瓶装水中的塑胶维力 对人体的影响 并在22号对外公布调查报告 世卫调查后发现饮用水中的塑胶为例 不论大小进入人体后完全没被吸收 所以对人体影响不大 这份报告大大颠覆大家的认知 不过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学者 马亚斯认为 虽然现在不需太担心 但塑胶为例对人体的伤害 肉眼难辨 民众还是不能大意 世卫代表戈登也说 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加以佐证 与其担忧塑胶为例的潜在风险 与其担忧塑胶为例的潜在风险 环境保护相辅相成才能为实案把关 另外编辑 MING PAO TORONTO